终于SS系列的包装也实在堆不下了 于是被迫研究了一下压缩 温馨提示 这次的压缩方案不能算是完美 建议看完视频三连之后再决定是否动手 之前出过一期把全式系列的包装压扁存放的视频 不少小伙伴都反映这招挺不赖 一年的包装 一个CG的箱子正好装满 发现确实不少人跟我一样 觉得包装多了实在占地方 但又不舍得扔了精美的封面 所以我想出来这招居然好评度还挺高 结果就是一堆人跑我这问 SS系列的包装怎么压缩 其实主要的难点是 外包装压缩容易 但背景板不好处理 如果你每个背景板都不想扔 那确实没法压缩 后面也不用再看 因为保存背景板最好的办法 就是装在盒子里 那这样体积没有一点减小 那就不如不压缩 虽说背景板部分也不是不能拆开 斩成平面 但是一方面 这个不规则的形状 就算压平了也不好存放 另一方面 如果用上的时候 还要把它重新折回去 而这毕竟只是纸板 反复的拆装难保不会撕坏 那么压缩之前就必须做出取舍 也就是说 不能把背景板全都留下 那么扔背景板的第一原则 就是同样场景的背景板 只留一份 而优先保留的 肯定是相同图案中 尺寸最大的那张 同一个图案 有了L级 D级和V级的就可以扔掉 因为你留下它 也只是偶尔当背景拍照 那么尺寸越大的 效果就越好 如果你非要一个玩具 对应一个背景的摆在柜子里 那这期节目 你也没必要看 其实筛选之后剩下的还是不少 所以你还是需要一个地方 去放剩下的这些 如果觉得这样处理 还是不好存放 那最好还是不要压缩 其实看到这里就会发现 背景板不好存放的原因 主要是因为方形的地台 所以如果想极限节省空间 可以把地台部分裁掉 但是这样 底部就会空出一条 所以还得把两边高出的部分 也去掉 但我觉得 没有地台之后会难看太多 所以并没这么干 如果你对背景的存放 也有极限要求 倒是可以试试 背景板部分说完 外包装处理起来 要比传世系列的包装容易得多 底部先把两边向内按到底 再把后方的这片向内按到底 再按顺序 竹片的向外翻出 这样比较不容易撕裂 压缩的时候 我觉得向右折叠不好看 那么向左折叠就会舒服得多 那么思路和传世系列类似 把底部后面的两边裁掉 顶部的两侧也都要裁掉 底部前方的两个边 裁成梯形 方便粘接 上方的这片建议还是保留 只把最边缘的部分裁掉 这是因为早期的版本 这里还连着塑料 如果将塑料也从这里裁掉 边缘会容易划伤手 至于D级别 独有的挂钩部分 可以选择撕掉 也可以选择布丝 而为了防止戳弯 上边缘的两个边角 也建议裁成梯形 然后就是常规操作 将底部的两个边 折进去涂上胶水 再捏紧粘住就行 等胶干了之后 就可以把说明书也丢进去存放 SS系列的包装 其实压缩之后最好看 无论是正面还是背面 都保留得十分完整 把说明书放在里面 找到对应的外包装 就等于找到了说明书 无论是早期的大透明开窗 还是中期的小透明开窗 又或者后期的镂空开窗 都可以通用 至于全封闭的形式 当然效果更好 从D级到L级 都是同一套方案 以此类推 至于核心级 和全式的核心级处理方案相同 去看那期的视频即可 虽然因为背景板的存在 这次的压缩方式 不能算是完美 但几十个包装 摆在书架上 只占这么点空间 也已经达到目的 最后 如果觉得视频有用 麻烦动动小手 点赞关注 投币转发 最好是一键三连 我这里谢谢各位